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上下 说了上下了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同学们可能也不陌生 同学们老是说 毛毛毛住在我家的楼上 还有谁谁谁住在我家的楼下 那这里啊 我们就用到了上和下 好 我们一起来具体看一看吧 来看 这些小动物们可高兴呢 小鸟 松鼠 小白兔 它们在这一个树旁边呢 高高兴兴的在玩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谁在谁的上面 谁在谁的下面呢 一个同学迫不及待举手说了 老师我知道 住在最上面的 就是小鸟 住在最下面的呢 就是小白兔了 小白兔是地上跑的 它不能上树 它的最下面 然后还可以说 小松鼠在小白兔的上面 那么小松鼠呢 又是在小鸟的下面 嗯 这是啊 我们课本上的第一副情景图 这里呢 我相信同学们都会看着图 用上或者是下 说一两句话了 来看一看 具体的 课本上 还要求我们怎么样做呢 嗯 第一个 要我们说一说 最上面是谁 最下面是谁 哎呀 这个我们刚才 已经说了 那么 我一看就知道了 最上面的是小鸟 最下面的是小白兔了 哎 还有了 再来看 小鸟在小白兔的哪呢 小鸟 小白兔 嗯 很显然 小鸟是在小白兔的上面呢 那再来看 哦 怎么换的一个位置啊 那么小白兔在小鸟的哪呢 哦 小白兔在小鸟的下面呢 这样的话 同学们可要学着会说了 那么小鸟在小白兔的 上面反过来 小白兔就在小鸟的下面呢 好 接着再来看 小松鼠 小松鼠在小白兔的 小松鼠在小白兔的上面 哎 同样的是小松鼠 小松鼠趴在小鸟的哪呢 它在小鸟的下面 也就是说了 我们指的人不一样 指的物体不一样啊 我们用的上下这里面的词啊 也就不一样 来 同学们 随着老师一起再来说一遍 小鸟在小鸟在最上面 小鸟在最下面 那么小鸟在小鸟在小鸟的上面 反过来 小白兔在小鸟的下面 嗯 再来说小松鼠 小松鼠在小鸟的下面 但是啊 它在小白兔的上面 怎么样 这样的用上下来说话 同学们 看着这一幅图 可以说得很正确吧 嗯 图桌之间 可以互相考一考对方 比方说 小松鼠在谁的下面呢 哦 小松鼠在小鸟的下面 小松鼠在谁的上面呢 哦 小松鼠在小白兔的上面 那小鸟的下面有谁呢 哦 小鸟的下面有小松鼠 还有小白兔 那再问 小白兔的上面有谁呢 哦 小白兔的上面有小松鼠 还有小鸟 嗯 这些啦 同学们一定要会分清楚了 好 我们会用上下来说话啦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自己睡觉的这个柜子里面摆放了这么多种物品 那现在 那现在你能自己试着用上下来说一说吗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哦 哦 来看一看哦 哦 它在花的哪边吗 哪一面吗 哦 这是小船 在小船 在花的 小船在花的 哪儿呢 上面 上面 下面 哦 小船在花的 下面 好 接下来再看 花 在小船的哪儿呢 哦 我反过来 花 就在小船的 上面呢 嗯 再来看 嗯 小船在小猫的 哪儿呢 闹钟 来找 闹钟 在小猫的 下面 那 反过来 哦 再来看 哦 反过来 闹钟在小猫的 下面 那反过来 小猫在闹钟的 上面 嗯 这点画了 同学们要回说 好 再来看 闹钟在小船的 哪儿呢 哦 闹钟在小船的 上面 啊 闹钟在小船的 上面 好 于是啊 同学们 可以自己回家了 对着你自己 卧室的书柜呢 或者柜子呢 自己说一说 谁在谁的上面 谁在谁的下面 那现在老师 想这样说 同学们 你看 对不对 哦 老师说 嗯 闹钟 在下面 这样说 对不对呢 嗯 很显然 是不对的 我们一定要说 是在 谁的下面 哦 闹钟 是在 小猫的下面 或者说 在这一层花的下面 但是啊 它是在 小船的上面呢 所以啊 我们说的时候 一定要说清楚 是谁的上面 谁的下面 啊 这个跟我们刚才的 小鸟 啊 小松鼠 和小白兔的 这个 说法差不多 这个同学们呢 应该练熟了 好 那我们现在 来 做一个游戏吧 我们来 寻宝 哎 怎么样寻宝了 看一看 宝物到底在哪 叶冰富老师 我都怎么样找了 哦 宝物啊 放在这三个盒子里面 一号盒子 二号 三号 现在什么提示都没有 我们能不能找到宝物啊 不能 哎 来看 哎 小狗告诉同学们 宝物放在一号盒的下面 嗯 一号盒的下面来找一找 一号盒 嗯 一号盒的下面 有二号盒 还有三号盒呀 那 仅仅通过这一句话 同学们 能不能很快地把宝物找到了 显然 不能 因为呀 一号盒子的下面呢 有两个盒子 到底在哪一个盒子里面呢 哎 小狗还要告诉同学们 宝物啊 在三号盒的上面 现在你能准确地找出宝物在几号盒子里面吗 哦 在一号盒的下面 三号盒的上面 那只能是二号盒子了 通过这两个提示 我们就能很快地找出宝物啊 是在二号盒子里面 好 那么这个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上下 它们的是什么意思 嗯 好了 宝卧找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 非常有意思的小动物们住楼房 嗯 小动物们住楼房 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嗯 我们先往看一看 这有哪些可爱的小动物了 哦 这里是 嗯 这里是谁呀 小蜜蜂 它住在这儿了 再来看 哦 这里是小鸽子 它住在这儿了 再来看 哦 小鸟 看 很快地摇着翅膀了 它住在这儿了 还有一层楼是谁住了 哦 小公鸡 它住在这儿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谁住在最下面 嗯 最下面 哦 我们一看 蜜蜂 小鸽子 小鸟 小公鸡 哦 住在最下面的 就应该是小公鸡了 它住在最下面 它住在第几层呢 哦 它是在第一层 有一个标了数据的 就像我们住楼房一样 它住在第一层 好 第二层住的是谁呢 我们找二 哦 第二层住的就是小鸟了 小鸟在第二层 小鸟在第二层 它在谁的上面 小鸟在谁的上面找一找 哦 小鸟在小公鸡的上面 那小公鸡的上面 诶 它又是在谁的下面呢 小鸟在谁的下面呢 哦 我们可以说在小蜜蜂的下面 当然也可以说在小鸽子的下面 我们选择其中的一种答案吧 哦 它住在小蜜蜂的正下方 可以说住在小鸽子的下面 那么 哦 还有问题 第三层住的是谁呢 谁住在第三层啊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哦 第三层 就是我们默默无闻小鸽子了 小鸽子是住在第三层 怎么样 这些小动物们住的房子 我们从这里面呢 都学会了用上和下来说他们住的位置了 请同学们也可以回到你自己家里 说一说你家的楼上住的是谁 楼下住的是谁 然后呢 和伙伴们一起说一说 哦 刚才说到了住房子 现在呀就有三个 啊 三个小朋友住在同一座楼房里面 哎 那现在我们可要开动我们的小脑筋了 这不是直接的问谁在谁的上面 谁在谁的下面 而是要我们自己开动脑筋 哎 来看一看 你能知道谁在最上面 谁在最下面吗 那一朋友老说我知道啊 他在最上面呀 他在最下面呀 哎 我们要给他取上名字了 来看一看 小红住在小鹰楼上 那你猜一猜 谁会是小红呢 啊 那一头老师 他是小红 嗯 那他不可能是在最下面 因为他说了 小红住在小鹰的楼上 那么要么他是小红 要么他是小红 他不可能是小红 嗯 接下来再看 小鹰住在小兰的楼上 哎 小鹰住在小兰的楼上 那小鹰住在哪儿了 刚才我们说了 小红是这两个的 其中的一个 然后小鹰都住在小兰的楼上 那小兰也不可能是这里面的一个吧 啊 不可能是这一个 那所以最上面的这两个 要么啊 这上面的最 最上面的两个了 那就是小红和小鹰了 那到底谁是小红 谁是小鹰呢 再来看 你他说小红住在小鹰的楼上 哦 那我们就明白了 那么这两个里面 只有他是小红 他是小鹰 这样才能说 小红在小鹰的楼上 那么他就是小兰呢 学生们再仔细地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的 小兰 小鹰 小红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小红在小鹰的楼上 小鹰 又住在小兰的楼上 哦 刚好 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谁在最上面呀 那 在最上面的这一个 就是小红啊 那 谁在最下面呢 最下面的这一个了 就是小兰呢 这一个可以开着脑筋 好好地推一推 想一想哦 好了 我们小朋友住了楼房 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 经常会看到的这样的一幅场景 那么这一幅画里面 你能说谁在谁的上面 谁在谁的下面吗 是的 说一说 这还不简单 啊 小 这个小女孩 在太阳的下面 反过来 太阳就在小女孩的上面 还可以说 这一朵云彩 这一片云 在小女孩的上面 小女孩 在这一片云的下面 哦 还有这里咯 哦 这里呀 这里有一个小乌鸦 小乌鸦 在这一朵云的下面 那反过来 云就在小乌鸦的上面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呀 你来来看 哎 他说 小女孩 站在桥的上面 然后 这一条船 在桥的下面 嗯 很棒 还可以说 小鸟 小乌鸦 在房子的上面 那么 这一栋房子 就在小乌鸦 和云朵的下面 如果这一幅图 我们可以用 上面下面 说好的话了 那我们现在就 选取其中的 一种答案 来看一看 嗯 那就是白云 这一朵白云 在小女孩的上面 还可以说 这里的乌鸦 在这一朵白云的 嗯 这一朵白云的下面 好了 同学们 你们会用上下 来说话了 那现在 这一个练习 你能很快地完成吗 这可要开动 我们的脑筋 仔细地观察 来看 这个冰柜里面的东西 太多了 真丰富呀 来看一看 现在你能猜出 根据他们的提示 能猜出 他们都是哪些物品吗 好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问题 它在汉堡的上面 但不是烤鸡 我们首先要找到谁了 找到汉堡 汉堡 汉堡的上面 有烤鸡 还有冰淇淋 但是它说 不是烤鸡 那只能是冰淇淋了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这个没考着大家 第二个 它在牛奶的下面 草莓的上面 来找一找牛奶 牛奶的下面 然后草莓 草莓的上面 那就是番茄了 这个大家找到了 可以拿着吃一吃了 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它在草莓和梨的中间 草莓 梨 草莓和梨的中间 这是它了 红苹果 它就是红苹果了 再来看第四个 它在最下面 最下面 哦 有名字老师 我最喜欢它了 生日蛋糕 它是在我们这个 英贵的最下面 啊 再来看 第五个 它在胡萝卜的下面 胡萝卜 哦 我们找到胡萝卜 胡萝卜的下面 蛋糕的上面 哦 那就是 只能是 红苹果了吗 哦 那一堂老师 还有可能是 草莓了 还有可能是梨了 嗯 这三种水果 都有可能 它们都是在 胡萝卜的下面 蛋糕的 上面呢 嗯 好了 同学们 今天这一节课 我们学会了 用上 下 来说话 那么了 也请同学们 课下 多留心我们生活中的事物 用上下 和自己的爸爸妈妈 说一说吧 好了 同学们 再见